当刘陶芝突然出现在胡绿光的身后时 胡绿光瞬间就明白了什么 他偶心力学想要效忠的皇帝 他出生如此想要保护的皇帝 这是要杀自己了 一向忠心耿耿的他 也瞬间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虽身强力壮的胡绿光 任凭刘陶芝寄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没做任何反抗 如果他想反抗的话 恐怕是个刘陶芝也不是其对手 上回说到 性格耿直的胡绿光 不仅得罪了残疾人组体 还拒绝了陆领轩棋子慕提婆的提亲 结果组体找到慕提婆的时候 两人一拍即合 当下就决定除掉胡绿光 一个道湖同盟也就此形成 然而要扳倒胡绿光谈何容易 胡绿家族数大根深 出将入相的胡绿光自然不必说 他弟弟胡绿县多年来一直担任幽州刺士 坐镇北方边境 屡次击败突厥的进攻 被突厥人称为南克汗 胡绿光的长子胡绿武都 此时则担任两眼二周刺士 除此以外 当今皇后还是胡绿光的长女 胡绿家的势力如此之大 足廷要想和他们斗 就像老笨蛋去了老顽童比武 不是自不量力 而是太自不量力 但足廷却不这么想 他认为胡绿家的势力太大 正是胡绿光最大的弱点 事实上皇帝高尾对胡绿光 也早就有了戒心 上次胡绿光为了士兵的赏赐 兵毕业成的是在高尾的心里 就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而高眼政变时 胡绿光一露面 对方数千人就望风而逃 更是让他见识到了 胡绿光无人可比的威望 至于胡绿皇后 也不知是遗传了 他父亲麻面飙升的长相 还是遗传了 他父亲刚烈火爆的脾气 反正高尾和他的夫妻关系 也不怎么好 说到底 这只是一场父母包办的婚姻 总之高尾对于胡绿光 只有害怕和猜忌 没有半点感恩 而足廷想要利用的就是这一点 但足廷还未发力 布局暗算胡绿光时 却有人掀他出手了 记住高尾以及其身边姓陈 对胡绿光不满的情况 很快就被唯孝宽得知 近年来 唯孝宽与胡绿光数度交手 基本上没占到任何便宜 尤其是焚北之战 还被胡绿光蚕食了他不少地盘 这也让他颜面扫地 于是唯孝宽便时刻想着 要报一件之仇 然而他知道 要想在战场上 正面击败胡绿光绝非易事 所以他就准备在胡绿光背后捅刀子 这一年多来 他一直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 睁大了眼睛 耐心地寻找着机会 他在北齐国内 有一个完善的情报系统 所以唯孝宽对北齐各方面的动向了如指掌 有关胡绿光与北齐高层人物不合的消息 当然也瞒不过他 唯孝宽手下有个擅长占卜的参军叫屈炎 周期分北之战后 他对唯孝宽说过这么一句话 据我推断 北齐将会发生自相杀戮之事 正如一处到春雨 春孙就会马上在竹林里冒出来一样 一听到屈炎这番话 除掉胡绿光的灵感 也马上就在唯孝宽的脑子里冒了出来 而这个灵感就是离间计 唯孝宽遂命取缘编造了两首歌谣 并让间谍到夜城去散播 没过多久 夜城街巷间的小孩就全唱起了这两首歌谣 其中一首是 百声飞上天 明月照长安 另一首则是 高山不推自崩 胡沐不服自举 胡绿光子明月 百声飞上天 明月照长安这句话意思是说 胡绿光将会吞并长安 然后自己称帝建国 古代石胜为一斗 石斗为一胡 所谓百声极致胡绿家族 而高不推自崩 胡沐不服自觉 自然是说高师政权将会解体 胡绿是将会取而代之 当这首歌谣传入祖廷的耳朵知识 祖廷笑了 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胡绿光的末日到了 他意识到可以善加利用这两首童谣 而且为了激怒陆领轩 他还在后面填了一句 盲言老公备受大负 饶唆老母不得已 然后叫慕提婆将此事套路给其母得知 老母一听立刻火冒三丈 当下就决定要与祖廷合谋干掉胡绿光 同时祖廷还用自己的小舅子郑道改 把这些传言向皇帝高伟奏报 17岁的高伟对这些东西不是很懂 便让人把祖廷和陆领轩两人叫过来 问他们 你们听过这几首童谣吗 祖廷和陆领轩都表示却有歧视 祖廷还进一步解释道 前两首童谣的意思是 胡绿家要取代高家 后一首童谣则说 祖廷和陆领轩要倒霉 这解释之后 高伟就是傻子现在也明白了 除此之外 祖廷还附会道 胡绿家类似大将 哥哥明月声镇关西 弟弟疯了威性突厥 女威皇后 男娶公主 以此看来这谣言实在不可不畏啊 听了这番话 高伟慌了 他只觉得四者无礼呼吸困难 就老笨蛋感受不到你的点赞一样心乱如麻 过了很久 高伟才回过神来 只听他对祖廷说道 姿势体大 容赞考虑一下 胡绿光毕竟是勋贵领袖 加之胡绿兄弟二人又手握重兵 此事如果处理不好 很可能会酿成大祸 等足挺一伙人走后 所以他又找来另一名亲县韩长鸾商人 韩长鸾对此并不赞成 而且他还当场表态说 胡绿光绝不会谋反 韩长鸾的话一时间让高伟颇为愁愁 于是这事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然而大难即将临头的胡绿光 却对此一无所知 他依然是忧国忧民我行我素 看不惯什么就说什么 当国内外所有敌人都把矛头指向他时 他却把矛头指向了宫里的太监 他向高伟启奏道 现在军中缺一少粮 而朝廷却对太监上次无度 这是何道理 其结果就是利受到威胁的太监们 也纷纷在高伟面前说胡绿光的坏话 高伟的心又开始动摇了 几天后 见到还无动静的足挺接了 于是他便再次进攻私下请见皇帝 当时除军缠二人之外 没有少主宠献的活人弄缠何鸿针在旁 高伟对足挺道 前的恭喜 急于施行 只是常晚以为无此理 足挺还未及回答 何鸿针却向先进言说 若本无此意 也就罢了 既有此意又不实行 万一泄露如之奈何 高伟深以为然 但他也只是心动而没有行动 足挺据此认为 除掉胡绿光之事现在已成 所欠者唯有导火索而已 对此他暗中又进行了一番布置 不久后 胡绿光属下一个名叫风氏让的辅佐 给高伟送上了一份密折 这道密折先是就是重体 说一年前胡绿光西针回来 皇帝赤令解散部队 他不仅不听命令 反而兵毕也成 当时就是想造反 只是因条件不成熟才停止 而且胡绿光在家中 还私藏了大量武器甲咒 并换养之数千铜奴 密折上的最后一句话 更是像匕首一样直插高伟的心脏 只见密折上还说道 胡绿光时常与其地狐绿险 其子胡绿五度密系往来 似有重大阴谋 若不早图 恐是不可测 当高伟看完这封密折后 冒了一身冷汗 他仿佛看到了胡绿光 正用大刀向他砍来的情景 就在此时 胡绿光棋子的一个机械哥哥 也高胡绿光图谋不轨 就连上官天下的曹魏族也上奏道 上将兴盛 不诸况有灾祸 所有这些终于促使高伟下定决心 除掉胡绿光 但他还是不敢随便抓捕胡绿光 毕竟他武艺高强 家中奴仆众多 而且风势两说 他家里还有大量武器 于是他立刻召祖廷前来商量对策 祖廷对此早已谋划好了刺伤方案 他说道 为了麻痹胡绿光 可以先派人赐给他一匹骏王 并交代说明日流东山 请他乘辞马与陛下同行 胡绿光必定会入宫拜信 倒是便可将其擒获 高伟一眼而行 7月28日 如祖廷所料 没感到丝毫危险的胡绿光 果然稀里糊涂的进宫来入下请见 高伟命人将他带着凉风堂 但胡绿光刚已站立 埋伏在暗处的刘陶芝便突然从后面猛扑了上 刘陶芝想将他推翻在地 但胡绿光身强力转 这一扑竟没能将其扑倒 他反而转身明目大怒道 刘陶芝你怎么老是干这种事 我胡绿光不负国家 不知因何祸罪 然而并没有人向他解释 刘陶芝率领三名立士一起上前 分离用弓弦勒住了胡绿光的咽喉 那一刻胡绿光的雄心死了 他无心力却想要效忠的皇帝 他出生入死想要保护的皇帝 竟然要杀自己 一向忠心耿耿的他 一下子就感觉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所以胡绿光任凭刘陶芝几人 解说自己的生命 而没有反抗 如果他反抗的话 恐怕是个刘陶芝也不是其对手 据说胡绿光的血流到了地上 事后怎么清洗也洗不掉 自古英雄多薄命 自古名将更是少善终 胡绿光这个在战场上战无不胜的一代名将 这个对皇帝忠心不二的一代忠臣 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与此同时 高伟还下诏处死了胡绿光珠子 并派人去直杀他的弟弟胡绿县 高伟怕胡绿县抗命 海明大军紧随其后 但高伟显然是多人 胡绿家的人绝对不会反抗皇帝的照命 其结果是手握重兵的胡绿县 没做任何抵抗 就含泪被擒 随后他和五个儿子一起被杀 临行前 胡绿县探导 富贵如此 女为皇后 公主满家 尝试三百兵 合得补百 据说胡绿光之父胡绿县临死前 曾经嘱咐自己的儿子说道 古来外妻 无不清明 女儿有宠 诸贵人度 女儿无宠 天子贤之 我家只以立勋暴中致富贵 立勋暴中这四个字 胡绿光和胡绿县都做到了 满门忠烈却遭到满门抄斩的下场 这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北七书的作者李百尔评论此事 认为少主高伟此举同战国时 赵王谦诛杀大将李末一样 无异于自毁长城 从而直接导致了数年后北七的轻浮 史记还记载说 周五帝文庸得知了胡绿光被杀的消息后 喜不自胜甚至大赦天下 后来周氏公路也成 周五帝还指着处死胡绿光的诏书感叹道 此人若宰 朕岂能致死 而最终从胡绿光家里 只搜出十五张弓 一百只宴会玩耀用的剑 与刺着两杆长矛而已 除此之外 找不到胡绿光任何意图模反的证据 足挺不甘心 于是并令人再仔仔细细地搜 然而又只搜出二十根早木棍 足挺感觉有些难堪 便小声地说道 谁让他不喜欢我呢 但足挺不会想到 在胡绿光被杀后不久 他也将被排挤出权力的中枢 那么瞎子足挺又会迎来怎样一个结局呢